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聽風雲高 多謝各位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的Patreon 也非常歡迎各位加入 雙十 10月11日 就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慶 雙十國慶總統賴清德發表國慶的演詞 再次強調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權互不從屬 賴清德最近相當高調 我們都說過 不但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 亦都成為時代周刊的一位風頭人物 他就說 首先把所謂以前 李登輝和蔡英文說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或者中華民國台灣 將次序調一調 變成台灣中華民國 就是當時是 電視習冠軍中華民國在台灣 即使民國內 都沒有放途中華民國 因為如果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一個國慶 應該是超越黨派 應該無論是執政黨或者反對黨 都應該捐氣成建一起出席 這個就是美國 早前是紀念911的 紀念911的時候都看到 川普、拜登、何錦麗都站在一起 然後川普也是跟何錦麗握手 在英國來說一直都是 比如說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英國公製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士兵的時候 都會由執政黨和反對黨一起 站在倫敦的白廳紀念碑門口獻花圈 這些是年年都不改的 因為有些國家的尊嚴或者最高的原則 是高於政黨之爭 這次馬英九應該出席國慶大典 無論你對賴清德本人有什麼不喜歡 但是他是拒絕出席國慶大典 變成說賴清德走的是台獨路線 如果他出席就等於認可和支持 他還說賴清德不配擔任中華民國的奉通 你配還是不配呢 人家都是一個民選的總統 所以馬英九的說話 是酸流流被人覺得很少加的 何況他在上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口出一些令人很可笑的說話 就是唯要相信習近平 這些說話就令到台灣的人覺得他完全被勾 但是賴清德這次 也是可以說高調挑釁中國 中國方面 已經將蕭美琴以下其他人 列為台獨的戰犯 獨系賴清德到目前為止流亡 賴清德一而再再而三去挑戰 中國的底線是否想自己也做戰犯呢 還是他覺得現在收到封 好像習近平在大陸 由於經濟困局 尤其是這個大轉態 由以往不會大水晚貫 現在是有銀子在救市 於是就有機可乘 就強調他這個叫做兩國互不遞屬 這些其實都幾大件事 據說香港的新聞媒體連報導都不敢 何況分析和評論 是嗎 鮑先生 首先講講馬英九 這位疑似割了雙眼皮 整容不是很成功的前總統 你越顯得他現在的小家和小男人的性格 因為正如你所說 在這些雙十節國慶的日子 應該是鑽棄這些前言或政黨之爭 是表現一種大風度 但可惜他也是作為一個小人之爭 對賴清德是一些個人的針對言論和行為 這個過氣電池都可以不論 其實他每一次出來說的事情 都是小丑式的 我真的很難想像以往 你經常提到的 在香港或者華民很多女性的記者媒體 專欄作家當年對她的吹捧迷戀 今天為何一片鴉雀無聲 這些是留待她們自己在悔究 或者在懷免當年的馬英九 我當時就這樣說 看一個人行不行 有時不用看馬英九的表現 你看馬英九的勇等 是甚麼班級的人 才知道馬英九行不行 我十多年前說過 馬英九走出來 是得到台灣的婦女和香港的女人 說她長得英俊 說她斯文好氣質 說她斯文好氣質 香港或者台灣的知識分子 覺得不知為何理所當然 應該輪到馬英九做 因為這些人出聲說馬英九正 因為我熟悉這些人的心態和他們的水準 你有這些人去擁他 那馬英九一定不行 果然現在十幾年後看到 你看看賀錦麗 擁賀錦麗是甚麼人 就是美國紐約街邊的無知婦女和女學生 為何擁賀錦麗 每個人都說她很親和 她很有趣 她說話很窩心 是接近我們每一個人 說這是廢話 為何你不覺得特朗普特 她是神經病的 她很兇 她不是人來的 一隻禽獸 你看到這些很多街坊就知道 有甚麼選民的質素 就是有甚麼民選領袖 就是一個人 她不是一樣的 是吧 馬英九經過時間的考驗 她不是一個稱職的領袖 她臨下台的時候 她的民望支持度 是只有1成9 就是兩成都報 照計她現在應該收聲 但是她有存在感 中國那方面就不斷統戰她 而統戰她慢慢覺得她都沒有甚麼作用 把馬英九視同雞肋 所以她第二次去中國的時候 去大陸的時候 說到曲哭啼啼 但是她說 這個是各自表述 一個中國 但是她去到大陸訪問的時候 不見她有膽表述 是叫多兩聲中華民國 所以馬英九應該對習近平 產生一種斯德哥爾摩症的後群 說到學歷更好笑 馬英九自稱明明是哈佛大學博士 你對岸那個 據說中學未畢業 這些是否需要於尊抗貴呢 所以就是政治和權力的誘惑 可以扭迫一個人的心智和認知程度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說回賴清德 不要再說過氣電池馬英九 賴清德的確是人氣甚盛的 因為之前她繼任總統之前 已經成為了最受影響力的一百個人物 而且再次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 我們亦都報導過她當中的言論 或者她的立場 今次在雙十節裡面 她再發表的總統演說 我覺得亦都有理有節 因為她講述的都是客觀的事實 她沒有宣佈台灣獨立 而且她是在中華民國的10月10日 國慶節 她更加肯定她們那個系統 或者她那個政權 是來自113年前的武昌起義 就是說辛亥革命 所以她現在聲稱的是一個中華民國的政府 而不是一個台灣共和國或台灣政府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一開始 中國外交部都沒有即時反回應 也沒有針對這點駁斥 因為這是歷史的事實 而且她說的也是合情合理 另外她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只有70多年 跟這個113年的中華民國政權是不同的 所以不能夠叫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祖國 這也是邏輯問題 因為中華民國真的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長 如果計算上來調轉 你叫我祖國就差不多 是嗎 這是何謀輯問題 沒有得搏 另外跟著下去 都是講述他們台灣的歷史 怎樣守住彭湖金 跟著他們民進黨的美麗島的歷史故事 跟著再次強調 就是互不從屬這個關係 而她說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權代表台澎金馬2300萬人 她裡面其實講述這個是客觀的事實 因為我們根據政權的法律 貨幣甚至行政 這些台灣都是獨立的 所以根本你從屬的關係 首先你能夠委派到官員 或者你的法律能夠施行於那片土地 你才有從屬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她說的都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無論你贊不贊成 這一點可以討論 好了 但是她最拿命的一點 其實到了最後 她說 不理中華民國台灣 或者中華民國台灣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這個就可圈可點了 因為以往的蔡英文政府 都沒有提到台灣可以代表現在的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的名字 但是事實上 其實在國際社會裡面 台灣這兩個字 已經是很普遍被接受 以及作為稱呼 這個中華民國的一個稱號 所以其實她也在說一個客觀的事實 所以幾天之後 中國外交部才出來 都只是噴她說她是這個台獨 但是沒有具體 她在逐點可以駁斥到 她裡面的總統演說內容的客觀事實 所以現在的情況 就是她看得出一樣東西 就是究竟對岸是要錢 經濟還是要戰爭呢 因為兩者不能並存 現在你大水萬灌 其實是希望挽救國家的經濟 或者是內需 或者是所謂的一般的民企 國企 以及一般平民百姓的這些收入 這個救經濟 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可以解決的 大水萬灌 你可能分階段 一年半載裡面去進行 但是如果你要修復台灣 就是選擇戰爭 以戰爭來說 大水萬灌都沒有用 因為一打仗 就已經全部的經濟 或者出入口 甚至股票活動都會崩潰 將來是戰時狀態 這一點我相信 現在賴清德也看得穿 這個時候 所以為什麼她出來的言論比較強硬 我覺得都是看得見那個時勢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需要經濟而多於戰爭 賴清德玩這個語言藝術非常高明 她用中華民國建國已經到現在113年 她強調113年的數字 所以不能夠指責 是她切斷了中華民國的法統 相反她強調了中華民國 由1911年開始 下面是沒有獨立的台灣政體 也更加沒有所謂台灣共和國 所以不能夠指責她台東 只不過她指出一個皇帝的身衣 三歲小孩都看到的現實 就是現在的中華民國是台灣 所以現在的台灣 也代表了中華民國 那你沒有她的負 所以台灣當然要指台澎金馬 這件事她說互不隸屬 香港特區政府其實一直都在和應中 因為有一個陳同佳問題 陳同佳為何向來這麼多年不能夠 將她解回到台灣呢 香港特區政府的保安局也好 以前的特首都多次都說 陳同佳是否能夠獻戒去台灣 完全取決於他們所聲稱的台灣當局 就是說台灣不收貨 既然台灣不收貨 那就是你中國香港行政區的權力 不能夠施加於台灣那裡 是不是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哪有這樣的問題呢 陳同佳一早就去了台灣 你自己的特區政府不斷說 他肯定不要 不要 我們堆不了過去 那就是你的司法和行政權力 是不隸屬於台灣 台灣也不隸屬你 要不要說這麼多次 所以凡是中國人浪費時間 在這裏討論台灣、中國、一個中國 什麼自古以來 我認為那些都是蠢人 都是廢話 包括台灣、馬英九那些人 在這裏輿論 整天糾纏的名嘴 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包不包台灣 其實如果要結束這些無聊爭論 只要你知一個辦法 就是參考法蘭西模式 什麼叫法蘭西王的模式 現在法國的全名叫法蘭西共和國 但是他們現在全國都知道 現在他們叫法蘭西的第五共和 是第五共和 就是共和國的第五階段 這個歷史是相當複雜 是總共有五個共和 或者是五個階段 第一共和 在1792年革命政府通過這個憲法 把這個權力由國王路易十六那裏奪取過來 交給國民大會 從那一刻開始 國王變成了一個君主立憲 所以這個君主立憲維持得很短 這叫做第一共和 第一共和 直至1848年 那時候的路易拿破崙由總統稱帝 中間經過拿破崙向歐洲擴張 也經過路易十六個弟弟流亡回來做皇帝 所以整個第一共和其實已經名存失望 直至正式稱帝1848年 叫做第二共和 第二共和一直延續到普發戰爭 第二共和其實嚴格來說不是共和 因為他已經現身確認了是一個帝國 所以法蘭西第一共和 但是第二就叫做帝國 然後第三共和就是普發戰爭前後 然後第四共和又如何呢 就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直到戴高諾打贏仗回來 中間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法國戰勝 以及法國准許他的海外殖民第一一獨立 所以到了1958年重新修憲 戴高諾放棄了北非殖民地 包括摩洛哥亞以及尼亞 直到現在就叫做第五共和 所以你看看法國五個階段 他的領土範圍有廣闊也有減少 當他第二共和的時候 一直到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的時候 法國的領土遍及北非的特尼西亞 波洛哥和阿爾及尼亞 更加遠及至印之半島的越南 高棉和遼國 這個整個都是普天之下 都是法國領土 但是到了今天 法蘭西第五共和 就一早放棄了北非的那三個殖民地 以及印之那幾個更加不用說了 在法國的第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的時候 不要忘記 在北非的阿爾及尼亞、摩洛哥的回教的人 在那裡出生 即是擁有法國本土的公民護照 他們是可以搭船 經過地中海去法蘭西定居的 所以那時候法國著名小說 《基杜山恩仇記》的作者大眾馬 就是來自北非的 但是他被視為和法國公民身份地位一樣的法國公民 而且還是大作家 他身後的遺體 是供奉了進去 這個法國最高的殿堂 就是巴黎的 叫做Lupontion 裡面供奉著大眾馬 所以你看看法蘭西五共和裡面 他的領土範圍有大有小 所以其實台灣很簡單 你效法法國 只要你將中華民國歷史分為不同階段 自從1991年中華民國立國 至到1949年 蔣中正委員長和蔣總統下野 然後將政權宣佈由南京搬去台北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第一共和 他的領土範圍及大陸 然後由194950年至1987年 蔣經國宣佈解嚴 這個是蔣介石父子在台灣的戒嚴時代 也可稱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 在第二共和 比起第一共和 是少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以及這些集會的自由 因為戒嚴 因為全國在一個軍事戒備狀態 是防止毛澤東那邊隨時對台灣發動戰爭 直到蔣經國解報禁和解嚴之後 李登輝接任 展開中華民國的總統全民普選 但是那時候當然 中華民國的領土只及於台澎金馬 只不過在憲政方面完全不同了 是實現了普選和民主 可以說是由李登輝開始 叫做中華民國第三共和 你現在賴清德是第三共和裏面 馬英九、陳水扁、蔡英文之後的第四個總統 但是你現在從第一共和開始 1911年就算了蔣介石和李宗仁 你現在這樣一條線都清清楚楚 你賴清德只要說一句 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第三共和時期 將來不排除會有第四共和 第三共和的領土和主權範圍就是台澎金馬 將來有一天 成李馬英九貴願 你正在發夢 雖然我知道 如果中華民國有一天可以光復大陸 可以將三民主義帶回去的話 有一天如果中華民國的管轄權 是恢復回整個大陸 包括外蒙的話 我恭喜你 那時候將會是中華民國第四共和 但是現在是第三共和 第三共和它的主權管轄範圍就是台澎金馬 所以台澎金馬就是中華民國 而且處於第三共和狀態 這樣說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叫那些國民黨、民進黨問問我 是不是 浪費什麼時間在爭論這些老套的事情 人生的光陰是很寶貴的 爭論爭論這些有意識的事情 是不是 這一集你可以譯作普通話 又印中文字幕 我不是困難 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去台灣 都被台灣的朋友在吃飯的時候 在爭論爭論 他們很喜歡爭論這件事 是不是 在跟大陸的中共爭論 你跟他浪費時間爭論 你就已經靚了東西 你就已經中了計 是不是 他就是用這些很虛無的爭論 來鎖住你的意識 來佔據你的時間 而另一方面 就用戰狼那邊 去洗腦灌輸變成小粉紅 所以才有哭打哭殺民間 有一天我解放台灣之後 你們這些人你不要走 我會血洗你的島 令到寸草不生 這些是一種中國人層面 一種很愚蠢的爭論 是不是 不要說沒有哲學程度 就是沒有常識程度 而且明有一個叫法蘭西的模式 你不懂得跟著 你不懂得跟著 還在說來說去 馬英九這些是蠢人 是不是 他讀哈佛 哈佛讀什麼 國際關係 他讀過歷史嗎 讀國際關係 讀博士 所以在我眼中 這些名校博士 全部垃圾 等於在習近平眼中 香港大學好打得 林鄭也是垃圾一樣 是不是 剛才我說的這些是學術再加事實 你說對嗎 是 共和有不同的階段 英國也是 大不列的聯合王國 他的領土在1945年的時候 是日不落國 是吧 主權 直到最近 他放棄印度洋 南部的查果斯群島 是吧 他的領土範圍當然是有大有小 有將有退 有新有縮這些不出奇的 是吧 人民的幸福和利益是最高的 是人民的自主權和民主自由 這些核心價值觀是不變的 領土和政黨都可以更換的 是吧 拗來拗來拗什麼 所以賴清德的演說 我覺得也是言簡易改的 因為 裏面也沒有再執拗於這些 剛才你所提及的領土和道統的問題 根本就直接用歷史的事實 兜巴掛下去 讓你沒得搏 中華民國113年 你不可以挑戰這個客觀的歷史事實 但我覺得賴清德除了著重於台灣 他們本身的領土和安全之外 其實也有轉手為功 在整段演說的後半部 他不僅說台灣互不從屬這個問題 而且還回刀一指 指回中國 其實要求中國去承擔社會的責任 因為提及到疫情 在世界衛生組織那部分 都覺得北京要為世界帶來貢獻 而且提及一件事 就是希望中國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 能夠發揮影響力 和世界共同努力結束俄烏和中東的戰爭 和台灣一起承擔國際責任 對區域和平繁榮做出貢獻 這是很巧妙的 即是說他除了告訴全世界 我們和對岸互不從屬之外 還要拉著中國告訴他 你和我一樣都要承擔世界和平和衛生的責任 而且特別是俄烏和中東戰爭 因為你有你的影響力 但是暗指你們沒有做事 你沒有辦法去制止 但是我們台灣願意這樣做 所以這段的演說 亦都是轉手為功 不只是再次強調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身份 或者他們的領土 人民的安全 而且還將那個波射到中國 叫你回應 因為你有影響力 你有本事 但是你沒有做事 但是我們台灣願意做 這一點我也欣賞賴清德 就是有理有節 普遍在外國的傳媒來說 都覺得他在台灣的國際地位 和中國大陸的關係裡 都是處理得宜 過火也沒有說 好像馬英九那些叫跪拜謙卑的態度 也是維持一貫的立場和論調 當然中國會不會又用導彈和軍演去回應 我相信就不會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現在要經濟 你大水萬灌 你有本事就射導彈 你有本事一樣可以派軍艦 飛機圍繞台灣兜轉 你很有趣的 你看到這兩天 不見有這些新聞 不見有解放軍的飛機 有些藍籍進入防空式別區 然後在高雄外遊役 諸如此類 很明顯這些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這樣 當他環境好 如果銀子多的時候 他就財大氣粗 但是反過來 現在需要舊市 需要國企的股東 他們的親朋戚友套現 就全部蓋牌 連解放軍都會配合 這一點就是中國客觀的現實 那些紅線可以伸縮 龍門可以搬 就是說 他一早都可以說 反對大水萬灌 絕對不會 要重手前擊經濟 結果現在又是 全部推翻了 三年前 夠說 動態清理是最大的政治 不惜經濟代價 都要搞到全國一單新冠病毒的案例都沒有 全部滅絕 現在有沒有 動態清理是政治壓到一切 那為什麼你一夜之間 又取消動態清理 然後呢 現在的經濟 又爛了 你說政治 政治是最大的 香港也是 香港你現在也是 對於李家超 很無辜的 我和你通過了港版國安法 還有23條 你說的 這個穩定是壓到一切 什麼叫壓到呢 英文叫Crushed Crushed Crushed C-R-U-S-H-E-D 壓到 當你還夠石頭 壓到一個蘋果 一堆雞蛋的時候 這些雞蛋是壓到裂了 那些蛋黃都擠出來 然後你拿起那塊石頭 那些雞蛋沒有辦法還原的 你不可以把打爛的雞蛋的蛋黃 放回去 然後把雞蛋 逢保到圓寶無缺 這些叫做壓倒 這些是普通的中文 你說叫做政治 動態清零的政治穩定 壓到一切 那你就壓倒了 壓倒了 現在又說 哎呀 要補回那些雞蛋了 為什麼倒到一地雞蛋都是 為什麼壓到一地雞蛋 那你就問你自己 所以中國人的政治 是浪費很多時間 在這些虛無的爭論裡面 是吧 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就不會跟你爭吵這些事情 不過呢 你不關注這些又不行 因為呢 它是涉及每一個香港 或者大陸的中國人的設身利益 是吧 所以這次呢 這個雙十國慶 這個賴清德 被視為高調 其實有什麼高調呢 他不過說多兩句 說多個事實 是吧 清晰而已 有在於國際參考和刑事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請繼續支持我們風雲會 下集再見 你都知道了 現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做 trouble water 既然我們找到一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 都值得 走一走這條橋 我希望 很快有機會 我跟你 就成為 在海外 和香港 很多 身處 trouble water 的朋友 和他們搭一條橋 令到他們成為一種偉績 對吧 眨眼 這條橋已經走了兩年半時間 風雲谷的訂閱人數 已經超過了40萬 感激海內外的朋友 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為了回饋大家 我們已經進一步 加強風雲谷的內容 現在逢星期一至五中五十二點 都會有風雲快訊 等大家吃緊眼的時候 都可以一覽天下事 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點 繼續有風雲谷正片 陶先生和鮑Sir會議輕鬆的角度 和大家否釋各種大小議題 還有收費會員專屬的風雲會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談 現在就來看看最新的精華片段 以前的香港人 那陣過來 有決心 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即是一個政治決定 我大膽地說 司紀妍現在這個搞法 他是一個夠落手禁辣的人 對他自己沒有好處 因為他沒有 他完全不提起這次暴動的 相信國際健康住市 黎智英案和四十七人案 是怎麼判的 我們那時候預測到 跟著發生的一連串不幸的事件 不是先知 只不過是少少歷史的經驗 和一種判斷 就叫那些人不要繼續下去 見好就收 或者叫做儂就用之心 在某種程度上 十步攬炒 現在正在承認 我記得你一集 突然間你很認真去反問 我忘記前面是什麼 你是反問 你們現在是革命嗎 是啊 革命早點出聲啊 你告訴我 真的革命 因為一定踩到中共的尾 他一定會動 因為在他的歷史 和他的政權的經歷裡面 革命就是要決定的 是啊 是他壟斷的 是啊 中共就是因為你去完燭光晚會 有禮貌 如秩序散場 又個個上班第二天 他才被你搞了20年 《蘋果日報》繼續出英文版 去報導和高調去評論 那個2019和2020年的事件 就是拘捕這些 讀就讀黎智英的短訊 他說馮興健建議 是辦一個英文版的《蘋果日報》 而且叫美國的國會訂閱 我認為這個主意很好 你們去參照執行 就是英文版 害死一個人 那個人叫盧峰 其實他不是幫劉世良的 他早就叫劉世良出來道歉 他說劉世良做得錯 甚至他講到 就算你適合都沒有用 因為那個是九十幾歲 死了的老人家 其實史生的立場很清楚 最好笑就是陶傑 老蕭和劉世良 結成同盟 他們要 加上沈旭暉 四個大台 四大KOL 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個不成立 你都愚蠢 那時候 無線 用不需要和麗的去結成同盟 兩者來講 無論我幫他 或者踩他 都是對這件事 是沒有任何的作用的 因為我的身份問題 所以我這件事 為什麼我一直不平衡 你死了 是不是 新黎新豬肉 你不要以為你的樣子 生得好像MIRROR 或者姜濤那些 肥肥白白這麼QTY 這個 死人 馮智正 他的優勢 就是他的樣子很討好 你知道嗎 你用20點 你又是想將這件事 繼續loop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炸的PATREON 記得一定要登記 付費PATREON會員 才可以看著陶生和爆炸 分別不同的專屬內容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之中 我們仍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我們都會見到前面 條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一直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 多謝 感谢观看